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在当然是它的某个高处会有一个节点 从而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的话 可以在它们之间连接起这么样一条线 而且不仅可以连这条线 而且这条线是安全的 它是一条所谓的内对角线 也就是说它完全落在这个多边形的内部 这就是它的功效 那么这样一个点会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呢 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局部的 其实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如果确实这块是一个stelegmite的话 那么必然会存在以它为下支撑点的某一个梯形 这个梯形在下方是由这个stelegmite支撑的 在它的上方 也就是顶部 是由这个helper所支撑的 当然既然它的内部是空的 所以它内部完全都落在这个多边形的内部 所以我们也必然会知道 它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梯形 因为它肯定会有一条左侧的边界和右侧的边界 总体来说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我们希望能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确实存在这么样一个空的梯形 再好不过了 那么问题是 这个梯形如何才能够找到呢 正如我们刚才所言 helper虽然会存在 但是我们却不好找到 那么如何来为任何一个潜在的stelegmite 预备好一个helper呢 我们知道stelegmite从高度来讲低于helper 所以从扫描的次序来讲 它实际上是厚于helper而被发现的 甚至我们不能断定它一定会出现 所以我们只能为每一个潜在的stelegmite 来预先的记录和维护一个helper 一旦我们的扫描线真正的扫描 并且触及到一个stelegmite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倒过来顺藤摸瓜 找到这个helper 我们先从数学上来看 怎么来确定这个helper 我们刚才刚讲过 应该它和这个m 应该是从上和下两个方向 联合的来支撑起一个空的梯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或许我们应该倒过来 找到这样一个梯形 这个梯形肯定有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 倒推时间无穷小 比如说0.001秒的时候 那么必然是空的 所以我们至多向上走足够的距离之后 肯定会碰到第一个点 没错 这个点我们就称它叫做helper 因为它确实可以扮演这么样一个角色 就是当我们将它和这个m相连之后 这个连线不会受到任何边界的阻挡 换而言之 它是一条内对角线 从而可以完成将这个stelegmite破解的任务 那么这样的一条内对角线 和这样的一个梯形 都是从数学意义上得到的 在计算的角度来看 如何能有效的找到它呢 我们说我们用到的依然是扫描线策略 我们要在扫描的整个过程中 为每一个梯形中可能潜在出现的stelegmite 都要预先的预存 并且维护和更新一个helper 一旦在这个梯形中出现了这么样一个stelegmite 我就可以把这个helper排上用场 所以我们宁愿说 这个是helper of the chapzoid 而不是说the helper for the stelegmite 我们下期见